欢迎来到历史课站,我是美丽 当年李德来到中国后 给红军带来了很多前所未见的新东西 但是他的私生活也让红军很头疼 只要是漂亮的女性 他都会去送礼物,追求人家 让很多人不胜其扰 红军对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因此,李德担心李德这样下去 早晚会出问题 就给他找了一位妻子叫萧月华 不过,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 李德看不上萧月华 而萧月华也对李德非常反感 因此,两人到延安后不久就离婚了 两人之所以离婚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李德在延安看上了一位女明星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萧月华发现后忍无可忍 就向组织提出了离婚 李德追求的这位女明星叫李丽莲 当年在延安 确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明星 李丽莲1914年出生于上海 因她的嗓音极具天赋 父亲便培养她学习乐曲 李丽莲12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演出 受到了无数人的追捧 1930年,中国近代歌剧的开山之作 王昭君选角 领导萧梅正在选王昭君的角色 李丽莲虽然没有表演经理 但还是凭借当红歌星的名气 再加上她出色的演唱功底打动了小梅 让她跨界出演王昭君 结果这部歌剧大获成功 轰动全国文艺界 也让李丽莲从歌星成功转型为演艺明星 演出歌剧后的第二年 李丽莲便加入了上市兄弟成立的天一影片公司 先后出演《有父之夫》《梦里乾坤》等影片 正式成为了一名电影明星 成名后 李丽莲并没有沉迷于灯红酒绿 而是加入了服务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复旦剧社 这是中国现代话剧电机人 洪森创办的进步剧社 1937年 李丽莲作为进步青年 就往演剧队队员来到了延安 正式开启了革命生涯 来到延安后 他迅速退去明星团 投入到了延安的音乐教育事业 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系教员 并在教学之余继续从事歌剧排演 成为延安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就是在这个时候 李丽莲与李德在一次舞会上相识了 当时李德没有想到 李丽莲竟然会用英语向他打招呼 这让李德倍感亲切 立即与他攀谈起来 在随后的交往中 李德对李丽莲的美貌和经历都非常感兴趣 就开始不断的追求他 结果被妻子肖月华发现了 跟他提出了离婚 李德正求之不得 很快就同意了离婚 恢复了单身 开始更加明目张胆地追求李丽莲 有一天 组织部长陈云正在办公 突然来了一位客人 就是李德 递交了一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申请 并表示将来准备一直留在中国生活 李德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就是因为李丽莲答应了他的求婚 两人决定在中国生活永不分离 然而热恋时说的那些还是山盟 终究只是净花水月罢了 李丽莲以为真的能跟李德长相厮守 却没想到刚刚过了两年 李德就匆匆离去 再也没有回来 那是在1939年8月 苏联突然要求李德回国述职 正好周总理到苏联治病 苏联便要求李德搭乘周总理的飞机 一起走 因为时间太急 李德走得很匆忙 甚至来不及和李丽莲道别 就赶去了机场 李丽莲得到消息后 急忙追到了机场 要求和李德一起走 可是因为他没有签证 无法去苏联 只好大哭一场 黯然回去了 从此李丽莲与李德 天各一方 再也没有相见 分别后的李丽莲 痛苦了很长时间 才在大家的劝解下 解脱了出来 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李丽莲担任过全国复联 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 于1965年病逝 年纪51岁 而李德回国后 主要从事翻译出版工作 还担任过东德文联主席 作家协会书记等职 一直活到了1974年 终年74岁 好了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 每天都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